Dancing Song 当冲 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 顶尖好手 正面对决 早上九点 锁定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收看 新鲁巴顿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是 开高今天震荡走高 好 看到大盘 来 今天是开盘以后 今天直接往上越走越高 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那么今天收在相对高点 好 所以今天指数 最后是收盘了涨72点 那11700点 那么成交量今天 回升到1243亿 好 所以今天指数是 创新高的走势 好 那么又创了波段的新高 好 那当然全支股的话台积电 对不对 一样创新高 那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当然 对不对 金测也一样创新高 好 所以今天1025创新高 那么其实这档股票大波段的操作 是我们一路大赚上来的股票 好 所以从500多块钱开始一路往上 然后往上之后到这里的之后再加码 那之前卖了一次 那上来说接回来 那接回来以后今天一样是在创新高 所以这也是100多块钱的差距 好 所以其实呢 重点还是在有爆发力的股票 那当然这其实就告诉你说 其实指数涨一点跌一点 但重点它就是走多的架构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要做什么 当然就掌握标股啊 对不对 就掌握有爆发力的股票 还有空间大的股票 那么其实只要跟上来 那我想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那么接下来标股会越来越强 而且重点是都是带大家 在事前就先买好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两天 我们的标股特别强 那么因为也不是只有一天涨停而已 昨天跟今天已经连续两天 连续两天涨停 好 所以那么昨天早上进场的实权 那昨天早上进场之后 再来就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到昨天的时候是亮灯涨停 涨停收盘 好 昨天就是现买现赚涨停板 那昨天赚涨停之后呢 今天轻轻松松的再来第二根涨停 今天再度涨停 涨停锁住 好 所以这个礼拜 那么新标股一开始就非常非常强了 那昨天一根涨停 今天一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昨天你可以现买现赚涨停 那么今天再来一根涨停 好 所以其实标股很强 那么昨天带大家买好 昨天找盘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礼拜的新标股呢 就一定要跟涨来 那当然它的获利是非常的强 对不对 这是记忆体 那记忆体当然要开始涨价 那记忆体里面这档 对不对 很多人不清楚 很多人不知道这获利已经非常非常强劲的成长 那也是全球前十大 那在台湾也是前三 其实非常的强 那第三季的获利 单季的获利已经到0.73元了 那股价只有20几 那重点是10月份 11月份的营收持续在往上 对不对 所以10月份 11月份的营收 加起来 现在已经快要逼近第三季的总和 那么第四季12月份会持续上 所以第四季的单季获利 那就要超过1块钱 好 也就是说单季获利超过1块钱 但是股价只有20几 那么而且刚整理完 对不对 重点正要分出 正准备要涨 好 所以其实你跟上来的话 我想昨天早上是很轻松的买点 那昨天早上轻松买 轻松赚 有没有 亮灯涨停 涨停收盘 好 那到明年的话就是 单季1块以上就常态了 那股价非常低 那低价标股 对不对 昨天早上 我想什么东西都不如 我昨天直接跟你说的 早上带你买好 然后直接转涨停 对不对 昨天 你就可以先买先转 好 那我们到今天的话 再来第二根涨停了 所以两天是不是就两根涨停 好 所以呢 有量有价又非常非常的好买 因为昨天是5000多张的成交量 所以昨天 你要买个几百张也没问题啊 对不对 昨天涨停锁住 那今天持续往上面开高走高 然后碰涨停之后震荡一下 再涨停 涨停锁住 两天两根 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嘛 对不对 你的低价标股有没有这么强 有没有 然后又很好买 对不对 你进场就可以赚 那赚了以后再继续赚 是不是 所以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完全没有等 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等嘛 是不是直接赚钱 所以我就说要跟好我们新标股啊 因为本来指数你就是看个大概就可以了啦 指数其实重点就是它就是一个多头嘛 那它一样是往上啊 所以它事实上是嚣张小跌 其实也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反正要涨还是要涨 对不对 尤其本来指数就是一个环境的架构嘛 那你知道它是往上是走多的时候 那重点当然就个股啊 而且记得我跟你讲 这个12月份标股特别多 对不对 那标股要跟谁 标股当然是要跟我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标股就是很强 对 而且我想现在开始会越来越强 对不对 所以昨天到今天 你根本也不用管指数 对不对 虽然昨天稍微有点震荡 今天拉起来 但是两天你就可以直接赚两根 有没有没有错嘛 你昨天买的是不是直接赚涨停 来昨天其实也是非常好买啊 而且成交量也够啊 是不是你买了之后 再来昨天的时候 买进了之后 其实你真的要多少就有多少 对不对 开高震荡上去越走越高 要多少就有多少 昨天是不是就先赚涨停 那昨天赚涨停之后 今天来再来给你第二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板 对不对 直接涨停啊 那所以你最近看到谁的股票这么强呢 对 两天两根 对 我想其实好像也没有嘛 那而且我还公开讲 对不对 你看结婚也知道啊 这都公开说的嘛 所以标股要更好 对 真的要更好 因为续辉也创新高啦 也是一样继续再创破断的新高 来今天到90块4毛钱了 今天续创新高 所以已经18.4元了 对 获利非常的强 而且续辉也是公开跟大家说 我从买了以后就直接讲了 对 我一买的时候就跟你说了 而且我就跟你讲 对不对 这空间很大 那本来就是这一块里面 OLED的真度制程 那么要用的这个精密金属遮罩 对不对 那大陆因为要开很多嘛 从今年开始有一点点 明年就整个会放量 那后年也很多 所以到2021之前就有10座的 6代厂要开出来 好 那么精密金属遮罩 这个CMM是每一道制程都要用 那么OLED的真度制程有十几道 十几道里面每一道都要用 而且这个是它越往高阶人越少 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在低阶的里面 大概有韩国的 然后还有一个大陆的 但是如果到六代厂 就没有大陆对手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就做不到那个程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越往高阶的时候 它的难度越高了 竞争的会更少 所以你走到六代以上的话 大概只剩下韩国两家跟我们这家 就这样子而已了 这全世界就没什么对手了 对不对 而且它在大陆的市占率 现在就已经高达四成 大陆市占高达四成 接下来还会更高 对不对 接下来会更高 是不是因为接下来 这么大量的出来 再加上大陆原来的那一些 他们的供应商都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讲说 那么你跟上我们标股就对了 你就直接跟上我们标股了 那明天的获利是非常强 而且是全世界少数的寡占厂商 到六代这里的话 这个到六代厂 这十条都六代厂了 那六代厂的话 这个更少了 对啊 就几乎是只剩下韩国两家 跟台湾这一家 就这样子而已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你更好就对了 反正标股呢 我们准备好一起来赚大钱 对 那买了也是现买现赚了 是不是 其实不只是 十全昨天是直接现买现赚 今天再给你一根掌听 对 我们的续挥也是当天就现买现赚 而且那次早上买是买很漂亮的位置 因为早上就在这里而已 就在这附近而已 对不对 71块 72块就这附近 很好买的位置 而且是发动点 买了以后就直接上去了 对不对 后来到10点多的时候 已经掌听所住 对不对 亮灯掌听 这也是现买现赚档听 然后就一路分出了 那81块创新高 对 就一路往上 那83块半有没有 又继续创新高 然后震荡一下之后 再继续往上 85块8毛钱继续创新高 那昨天早上其实也很漂亮 因为昨天早上在这里 对不对 平盘附近 那我们的会员都收到讯息 昨天平盘附近 我就告诉你 法人要买了 对 我就跟你说 这法人一定会买的啦 那一定会买的 因为你成长力大 然后成长力道强 然后又有独占性 那这种法人就一定会买 对不对 但一定会要建立基本持股的 但现在连基本持股都没有 那我就跟你说 这个接下来法人一定会进场 后面一定会大买 那昨天早上的话你看很漂亮 昨天早上就平盘附近而已 在平盘附近的时候我就说 大家一定要把握 那平盘附近你不知道怎么做 对 我讯息就到了 我讯息就直接告诉你 这附近买 就是平盘附近买 结果后来收盘的时候 就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涨3块多 对不对 昨天 对 就先买先赚 那重点是我们还不是只有加码赚而已 还包括手上继续在赚钱 所以这是越赚越多 这是加倍在赚 那今天早上的话持续喷出越走越高 今天90块4毛钱 今天再创新高 有没有非常非常强啊 90块4毛钱今天继续创破断的新高 这样已经18块多了 这18块多还没有加昨天的加码 昨天买的时候才平盘附近 昨天平盘附近才81块左右 81块左右今天早上90.4 这一差快10块钱 就快要10块了 这10块钱是多赚的 是昨天你加码再加倍赚的 那还没有包括我们前面 是不是从72块这里一路上来 对不对 都已经18块多了 18块多再加10块钱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赚 这样已经快30了 这样已经快30了 那股票买了之后才72块 你自己看这样多少 这样 其实快四成 这非常强 对不对 而且买点多漂亮 第一次买是现买现赚 还现赚涨停 昨天早上平盘附近买 对不对 然后也是现赚 这样子两个加起来 快四成了 差不多四成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 标股要更好 对不对 因为这都是事实的操作 这都事实上就是这样 我说一买就公开讲了 然后我昨天加码为奖 对不对 而且你是我会员就清楚 我昨天带你买的时候 是不是超漂亮的买点 是很漂亮的买点 昨天法人买了没 是不是也开始买了 那反而是一定会买的 那一定会买的 所以轻轻松松的就是 18块4毛钱今天 来继续创破断的新高 那么18.4元 已经累积获利到了18.4了 那还没有包括 昨天早上81块钱的 加码的买点 81块到90.4 也将近10块钱了 所以累积起来 其实是28块多的获利 那72块的股票 28块的获利 就是14成的获利 所以我说 其实你跟上来 我们就准备一路这样大赚 对不对 准备一路来赚大钱 那买的时候现买现赚 加码的时候也是现买现赚 那今天就持续再创新高 有没有 那么这我一开始就讲过 那其实就是会 就是会走到合理的本益比 这本益比就是超级严重偏低 对不对 因为全世界也没几家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跟上标普就对了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对了 有的时候就真的不用想太多 对不对 跟上之后就可以直接赚 就像你昨天早上 昨天早盘的时候 对不对 讯息我就告诉你 那你只要收到 你就照做就对了 这不用想很多 早上的时候 昨天早上很多人 还在想说要做什么 那你看我们昨天买什么 昨天一个就是4967的实权嘛 那昨天买了之后 早盘买 然后收盘涨停 那另外一个昨天早盘的就是 就是加码续晖嘛 那时候平盘付近 那我们昨天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动作而已 一个就买10圈 另外一个加码续晖 然后10圈 昨天当然就涨停 然后今天也是涨停 对不对 两天两根涨停嘛 那续晖昨天就拉起来3%多 今天涨到续窗新高 这样也快10块 这样子也快10块钱了 还没有把手上原来的算进去 手上的原来已经18块多了 所以我就说嘛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很多 那12月本来就是赚标股的时候 所以还没有跟上来的人 记得赶快来把握 那我们现在也有年终回馈给大家 而且又是很大的回馈 那很大的回馈对你是绝对是好处啦 因为回馈也不是重点啦 对不对 重点是已经帮你准备好标股啦 一档接一档的标股啊 那你看这样连续两根涨停就知道 其实会越来越强喔 会越来越快啊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也记得一定要来把握 因为反正标股都被你准备好了嘛 那你如果想赚钱 就赶快一起跟上来 那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标股 那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这样感觉啦 不过我们是很多档都是现买现赚掌停了 而且都是埋在很漂亮的位置了 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 进场后直接赚钱 赚了以后再直接赚一大端 那就赶快跟上来吧 好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聊 待会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军玉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大家好 我是曾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全部都在 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个半小时顶尖好手 正面对决 早上九点锁定非凡抢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这里呢 标误赶快跟上来吧 那其实是真的是空间很大的股票 应该也说就是说这个合理就会涨一大端的股票 那当然买的时候都是买在发动点 所以的话其实不只是当天现买现赚 而且都累积越来越大的差价 所以我想其实你要赚三成也是蛮容易的 对不对 因为瑞姬从50块6毛钱 然后一路往上面66块1毛钱创新高 所以这样子其实也是已经30个百分点的获利了 好 所以其实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现买现赚之外 那重点是还一路越赚越多 那30.6个百分点 那15.5元 好 所以其实还是会稳定的往他该有的目标前进 那只是说锁定好其实是蛮容易赚钱的 所以我才讲说要跟上就是这样 因为有些股票明年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梦 应该说那个利基点跟爆发力明年会整个出来 那股价当然先反映 所以12月其实就是新标股最容易起涨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说标股都准备好了 当然赶快一起了 那还有包括是统新 统新也是现买现赚然后直接涨停的 那么那天买的位置非常漂亮 也是可以让你直接现赚 那统新上去之后当然就是连续创新高了 那到180.5创新高 那统新其实最大的爆发力 今年不是它真正整个喷出的时候 那么真正最大爆发力明年会非常的强 好 所以其实我想这个都是可以直接赚钱的 基本面也非常强 那再来重点都是 重点都是可以让你直接赚 就是买以后直接赚 所以我才说要更好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有些股票是很特别 那么其实也很标 那而且还会越来越标 来看看育权 来育权 那么也是直接赚涨停的 那这都没有让你等 都是可以马上赚 育权是很低价的股票 不过转机是很强 那所以当然市场没有完全知道它的东西 那不过你跟上来直接赚钱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股市你之后 之后慢慢它就会出来 到时候自然就会揭晓了 那我们也不能够说太多 但是重点是反正你直接来赚钱是最快的 反正标股跟上就对了 好所以育权也是一样很轻松的赚涨停 那么涨停之后其实也是连续涨停 所以这个也是连续两根涨停 连续两根涨停之后然后又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呢那当然大涨三天之后震荡一下 今天就继续创新高 今天一样就创新高 我还没有走完 这都是刚开始没多久 那31.3今天有没有就喷出去了 对不对一路喷出 对不对再创新高 那这个模式其实我之前就讲过 对不对简直之后引进新股东 然后再加上新的事业 所以这种是最容易赚钱的 对不对所以前面两根半就不说了 那今天是直接又喷出 那今天一样是创新高 对不对长不完 所以我说其实年底都是标股最多的时候 也最容易赚大钱 那所以要更好就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 大家会看着指数的时候会想太多 大部分的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 涨的时候你不敢买 跌的时候也不敢买 那真的要买的时候不知道买什么 对不对然后可能慢了一点 那所以我想说 其实指数涨一点跌一点都没有差 当然今天指数是创新高 其实指数创新高也好没创新高也好 重点都不是那里 重点都是在你要找后面的标股 对不对 那会有标股是因为明年就真的 很多东西是往上的 很多区块是往上的 所以我才说其实指数也没什么低点 对不对因为很多地方都往上了 那既然有这么多东西会有动能的话 它当然指数也不会有什么低点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既然有这么多新东西 里面自然就会有标股 对不对只是有些标股大家还不知道而已 那不知道的话你跟上来 当然是直接赚最好了 直接赚钱最好了 对不对 那当然是赚涨停更好 而且是现买现赚的涨停更好 现买现赚的涨停不是让你 只有赚那一根涨停 不是只有那一根涨停 是起涨点的涨停 那你买起涨点赚涨停 然后这样赚上去 这个模式就好了 这就是最好的模式 因为这就可以让你一次赚哪钱 就可以直接赚够 所以我才说要跟上就这样吗 而且我们现在有回馈 对我们现在有年终大回馈 对不对年终大回馈意思是说 这一年只有一次 对不对年终的时候才有 一年只有一次而且是蛮大的回馈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说你要把握 对不对如果说现在没有行情就算了 那现在12月又是标股最多的时候 那标股最多的时候 我们又是年度的一年一次的大回馈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错过的话 就是明年了 问题是现在是标股最多的时候 现在是标股最多的时候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从12月份开始 1月份一直到农历年前 反正你先赚再说 你先赚标股再说 对不对你当然是把这段时间标股 能赚起来先赚起来再讲 因为速度很快 而且有些股票是真的是爆发力强 要不然你看我们现买现转怎么来的 我们不是只有一档现买现转 已经好几档都是现买现转 好几档都是现买现转涨停 而且还不是那根涨停而已 是后面还继续喷 所以我就是要把握就是这样 年终大回馈绝对是划算的 绝对是对你非常非常优惠 因为既然是年终 就是一年只有一次 错过了现在就等明年 对不对 那这个大回馈绝对是让你物操所值 而且更重要的是标股 更重要当然是标股 优惠其实是 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标股 对不对 花你掌握好的标股 而且是第一时间你可以马上上车 带你马上进场 全市场还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可以一路站上去 所谓一路站上去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现买现转涨停 有没有 现买现赚涨停 涨停所处 那当然你赚的不是只有这一根涨停 这一根也没什么好说 你要赚的是不只一根涨停 你要赚的是从起涨点开始一路 赚上去涨停之后再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对不对 所以把握我们的年终大回馈 年终大回馈 除了是一年一次的最大的优惠之外 更重要的是标股 更重要的是标股 对不对 而且是起涨点 而且是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是不是 我相信今天开始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人在聊 这个股票怎么这么强 但是那都不如我昨天 第一时间我带你上车 然后你跟我一起赚涨停 今天再来一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不是很开心吗 而且我们现买现赚涨停 又不是走这一档 又不是走这一档而已 真的要算起来 三次应该有五档 都是现买现赚涨停 所以还没有跟上港坏了 重点还是把握我们的年终大回馈 年终大回馈 一年只有一次 那错过当然就要等到明年了 那重点是除了年终大回馈 更重要的是标股 对不对 农历年前一路赚到宝的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港坏 标股吃到宝 年终大回馈 把握一年一次最大优惠 跟我们现场的助理人 如果标股等你 一起来赚拿钱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